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日本财经媒体日经亚洲最近发现 美国的很多公司现在纷纷开始 急于给外国员工更新和延长工作签证 同时也为他们申请永久居留 也就是绿卡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二个川普政府 以及川普带来的强硬的移民政策 为企业提供移民咨询的律师们都表示 亚洲和美国企业最近加快了 引进海外技术人才的申请 由于担心川普时期的政策会恢复 因此现在申请数量激增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主席表示 他的客户包括谷歌和脸书等大公司 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很多员工申请永久居留 以保住他们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同时他们也在研究外国人才的其他选择 美国移民服务局的数据显示 来自亚洲的移民占H-1B签证的85%以上 其中印度、中国和菲律宾是前三大亚洲移民来源 H-1B签证就是一种针对高技能人才的 非永久性签证 截至今年6月30日的数据显示 今年来自中国的绿卡申请 比2023年同期要增长49% 比2022年同期增长79% 而今年迄今为止的非永久性工作签证的申请数量 则增加了10% 其中H-1B签证提交的申请数量是过去5年中的第二高 在今年11月5日的总统大选中 美国选民将在川普和副总统哈里斯之间做出选择 律师表示 基于川普在白宫第一任期时的表现 以及共和党2025年的政策纲要 他的许多新政策预期将会加强 对来自亚洲的外国员工的审查 专注于移民事务的一位日本律师表示 日本跨国公司正在努力确保外籍员工尽快获得签证 并且赶在明年1月下一任总统正式就职之前进入美国 他说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友好贸易关系 日本企业已经算是比较容易获得签证的 他的客户包括日本许多最大的汽车、半导体和金融公司 他表示 企业正在审查招聘新员工和管理现有外籍员工的内部流程 以防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移民局可能会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坦诚地表示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移民一直是填补美国经济劳动力短缺的关键 去年 印度以27万9千多份H1B签证的发放量位居榜首 占到该签证发放总数的近四分之三 而中国仅随其后 收到了4万5千多份美国签证 占总数的近12% 菲律宾则为居第三给他们发放了4619份签证 占总数的1.2% 韩国和台湾也进入了前十 但是与印度和中国相比比例就太小了 川普上一次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举措之一 就是颁布劳工规定 提高H1B签证持有者的工资要求 他认为这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 不被廉价外国劳动力压榨 并且提高雇佣外国员工的成本 这一规则是在拜登宣示就之前8天发布的 后来拜登将该规则从劳工部的官方议程中删除 牛津经济研究院对川普第二任期的两种预测进行了建模 一种是共和党在立法机构中仅占微弱多数 另一种则是川普在立法机构中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少 那么研究发现在第二种情况下 也就是如果川普受到的限制较少 那么移民水平降低将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长期拖累因素 计划中的2025政策建议就包括 利用签证和移民政策作为外交手段 可能暂停向被华盛顿列为顽固不化的国家发放签证 目前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老挝、香港和布丹 都被认为是所谓顽固不化的国家和地区 而根据移民律师的说法 越南和缅甸也是被认为是有可能不遵守规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也可能受到影响 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来自越南的绿卡申请要比2023年增加了56% 但移民律师也提醒 由于全球移民政策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互惠原则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美国人去外国工作也可能面临后果 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对美国采取更多限制性的政策 那么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 川普或者哈里斯对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分析是认为 川普或哈里斯团队基本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华战略 在上周二两人的辩论当中 中国一共被提及了13次 这与6月27日拜登与川普辩论的时候次数相当 而现场主持人也没有向两位候选人提出有关中国或者台湾的问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政治学家宋文蒂表示 在总统候选人证明自己能力的辩论当中 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这有点奇怪 虽然美国国内政策通常是美国总统辩论的焦点 但是抨击中国在竞选期间也变得非常常见了 比如说2020年的竞选当中 川普和拜登都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 双方的竞选团 双方的竞选团队都批评对方对北京太过软弱 而2016年川普则指责中国是强奸了美国 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谈到 要剥夺中国在美国法律下的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自从哈里斯今年夏天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以来 中国问题就很少被提及 对此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认为 这反映了华盛顿两党对如何面对中国 基本已经达成了两党共识 也就是说哈里斯和川普都相信 通过大国竞争制约中国可以带来好处 并且都认为必须通过关税、出口管制和增加军费开支 来遏制北京从而向中国发起挑战 因此关于中国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争论的了 这或许是今年的竞选当中 中国不再被频繁提起的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一般都同意 如果哈里斯当选总统 在初期他将会延续拜登的外交政策 然而未来哈里斯可能会摆脱拜登的策略 2022年哈里斯在泰国与习近平进行过短暂的通话 据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 哈里斯会定期参加白宫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会议 他对影响双边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据接近民主党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称 在制定对华战略时 哈里斯可能会借鉴前总统奥巴马 在第二任期时的一些政策 而对于川普来说 鉴于他本人反复无常的行为 专家表示 他的对华政策 很可能与第一任期时一样是难以预测 以上就是今天腥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充满求知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热门话题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场选战可谓史无前例 究竟唐纳德·川普能否重返白宫 亦或是贺锦丽将突破性别翻离 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 让我们指导黄龙一探究竟 这场选战厉害关系重大 竞争激烈 从华府西壤的街头 到华尔街的金融脉洞 再到矽谷的科技巨头 全美各地都为之沸腾 首先我们来谈谈川普 不论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的支持者一如既往的热情拥戴 他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 激荡着选民基础 但且慢 贺锦丽可不是省油的灯 身为现任副总统 他一直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他对美国的愿景是进步的 包容的 具有前瞻性的 他会是打破那道最高 最坚硬玻璃天花板的人吗 现在让我们不要忘记 那些不被看好的候选人 竞选过程中总会有惊喜 独立候选人 第三势力 以及黑马 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这场竞赛 路死谁手尚未可知 那么谁会赢得胜利呢 答案并不容易 民意调查 辩论和舆论 每天都在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 2024年大选 注定将成为历史性的一课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我们将为您带来每一次转折的最新消息 从竞选活动到投票所 我将为您带来第一线的最新报道 别忘了点赞订阅 并开启通知铃铛 以获得更多突发新闻和深入分析 感谢您收看美国简报 下次见 请在YouTube上关注我们 at美国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 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 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剥矽每个故事 通过实施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揭示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负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真知灼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 记者请不世闵